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整年当中已经看到了MG 它完全的就是站稳了自己的脚步 然后呢除了有立足点 它收受成绩非常的优秀 但终究是HS跟ZS两台车而已 它有一年一新车 那所以接下来六月份 就是电动车要来了对不对小Andy MG4 对我们已经收到消息就是六月份有试驾了 那还有呢这台车 其实在欧洲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那从2023年它的销量已经达到15万 所以卖得非常好之外呢 那2023年英国年度风行车也颁给它 它得好多奖哦 对德国最佳锦售型这个电动车 还有最佳中古车都有得到这个奖项 所以说它在某方面这个 以这个奖项来看的话 而且销量来看 它这个品质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再来就是最近也在台湾有拍到这个间谍照 就是大家过去在猜测 到底会进什么样的车型 那没想到它拍到这个就是X-Power 最顶级双马达 而且在名牌左边还看到4WD AWD所谓四驱系统 在这个它里面车系里面只有这个双马达是四驱的 而且它厉害的是它0到100加速是3.8秒 那在这个急剧而且在它一直在国外是以这个非常竞争性的价格 我们来在这个大家印象中的这个油车好了 这个A45S或者是奥迪的RS3 马力都没有它强 而且价格是它非常比它多非常多了 那台湾部分大家就猜测 因为以MG过去车型的这个编程来看 它们入门在国外入门车应该不会进来 因为入门车是没有Level 2的这个水准 所以应该是从中阶 它的有分为单马达会有这个入门跟中阶 那马力是170跟204 那入门的这个电池是51千瓦 那再来就是高阶跟顶柜是64千瓦 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就是中阶那个车型会进 再来就是突变拍到这个最顶柜的车型 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这个车色 橘色跟这个绿色在国外都是高阶的车型 所以特别是这个绿色就是性能最强的双马达车型 因为间谍照拍到就是这个颜色 对这个讯息给的太棒 我们大概就可以猜测到它的这个会有什么东西 而且因为大家其实有注意到 从这里面去推说它会进什么版本 但如果我们去看官方 环境部的噪音测试 它已经有三个资料了 三个车型 对三个车型 而且包括了就是有168匹 然后150千瓦的201匹 跟320千瓦的429匹 所以如果你是高规的429匹的这个版本 哇再对比 大家总是预期说它会有很实惠的价格 所以这个六月份是不是很期待市价 对不对 大伟哥 因为这台车子已经被大家内定为 就是在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国产的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它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值得注目的地方 它是从就上汽的这MG 然后也就说它是中国那边设计的 可是一部这个车子能够在国外 红到台湾来 它不是在对岸卖的好 它不只在对岸 它是在全球 而且尤其在欧洲市场 再说的更深入一点 是英国市场 所以它就是很成功的 就是在大陆自己 就是有没有好之后 回烧到欧洲去 而且它那时候在欧洲 真的在英国 短短半年得十几个奖 十几个奖 几十个奖 然后我要强调的是 这部车子它带过来的是 我们说它对比到这部N7 它N7老实说它是一部尺码比较大 走一个家庭路线的 如今这台车进来的 它会打到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年轻族群 对 年轻族群 它入手第一部电动车 这部车子看 它从一般你 我说比较入门的 到高阶400匹 老实说400匹已经 也超越我现在开 花个200多万 也不过300多匹的电动车 那你说这部车子会不会有冲击 的确它会带给消费者一个 很大的说没想到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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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就要来咯 那接下来 其实大家应该今年会期待的车款 还蛮多的吧 对 那个BMW的i5 Touring 之前其实喊了很久 但现在开始要交车 应该是下个 下个月底吧 五月底 那基本上我觉得它有两个版本 就是走所谓的40i 然后跟M60 那两个版本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对消费者最大的一个差异 但还是在续航力 因为电动车嘛 那这个目前受 在这个所谓的马力的部分 我们先来讲 入门如果是40i的话 电池是83.9度 那续航力是 这个382公里 那如果是M60i呢 它最大马力来到601p 扭力83.6 其实加速是非常的猛 我觉得当然踩起来 再加上就是M条的一个底盘 我觉得一定非常棒 但续航力呢 掉到516 但其实也不错 你就算打8折 至少也有个大概400多 然后在这个配备部分呢 在M60 当然就是有一些M的套件 M的悬吊 而且是电子化的 电子悬吊 M的跑车电子化悬吊 还有包含后轴的转向系统等等 M的刹车 那这个 其实我们基本上 那车子 我们之前试驾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 所谓的40i 我觉得整个开起来 跟现在 就是我觉得同级的 其他的豪华品牌的对手 我觉得B&W调的底盘 还是有它的一套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在整个全新世代的这个界面 不管是12.3 加14.9 双曲面 还有它的这个质感的营造 还有在整个 它现在已经upgrade到 所谓的这个OS 8.5 现在好像是快要升级到90了 我觉得在整个操作上 除了有它特殊的风格以外 我觉得在整个UI的设计 你在选单 你要找功能的时候 当然因为它功能现在太多 你多到你还是得要花一些时间 但是我觉得在 跟其他都有比起来 在使用上 它真的是比较接近 手机的那种方式 就很多的ADP 他们现在就讲 所谓的零级界面 对 然后你也可以客制化 就是说把一些常用的选单 放在荧幕的最左边 你可以就是这个 很直觉性的去操作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刚前面其实 开场第一节就讲说 前十名里面 有五台是B&W的车款 四台 所以我就说 基本上门打开 你在开上路 这所有整个营造给你的氛围 再加上因为B&W 我真的就觉得它没有一部车底盘 开起来是烂的 不是 对不起 我不能这样讲 没有一部车 我跟你讲 其实就是它的操控 就是让你会着迷 真的 很多人 很多人讲说 开过就回不去 其实连电动车都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朋友真的 有两个朋友订了一台 而且是40一台 M60一台 现在都在等交流车 超棒的 而且我觉得B&W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已经很早就意识到 油电我要并行 所以它在这种旅行车 我们说豪华旅行车 也是一个市场 但是你现在看看 这些德系对手 欧洲对手 加美国好了 哪一个车厂 像B&W 这么快 它就有一部 五系列的旅行车也出来 那旅行车出来 有没有市场 肯定有一堆人 想要说 我想开旅行车 但我又想要开电动 不是唯一选择吗 那你再看看其他 奥迪跟宾市 没有发现 就替他们太一口气 他们 这个你知道 这个原车 这个车厂 因为你开始的布局 确实一定是要 早几年就先想好了 你慢一步 我会全盘就已经走得 就很奇奇怪怪的 想转回来 都要花时间的 就是B&W电动车的 现在的tempo 确实会让你觉得 整个品牌走对方向 节奏感很好 对不对 所以各车系 我觉得它就是百花齐放 一台接一台 那刚刚看到了 i5有高阶的性能版 就是M60 i4是M50 那i7呢 它就要来到M70 稍后正解 对我们了解 马上回来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这是树立道 我们现在试驾了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游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